树莓飞弹急速升空 紧接着开启滑翔机翼追踪目标 实现精准打击 如今这款陆射小直径飞弹 将被运用在无二战线 未来我国也将有望向美国军构 这款新型武器由美国陆军研发 能透过内建的GPS准确导航攻击目标 误差范围号称仅仅一公尺 而另一大亮点就在于价格 这款炸弹单煤造价成本不超过六万美元 相当于新台币一百八十八万 对于现代化的军备而言 可以说是小个大碗 如果单独去发展这个 就是另外要发展一些武器 可能就会成本会增加 而且放入配置 所以它这种FDP 因为它的口径比较小 那它适合这种用一些陆射的 这个载具来发射 而提到陆射载具 我国今年也将接收 十一辆海马斯系统 能够与陆射小直径炸弹 配合发射 射程可达一百五十公里 而台湾海峡最窄距离 从中国福建平潭岛 到新竹南辽之间 直线距离约一百二十六公里 将能对解放军造成 违和效果 可能是想 就是因为 真的有可能一些沿岸的目标 就是这个 像例如说 可能它的登陆部队的停歇区 或者能够精准打击到 对岸的目标 或者比较远程的目标 这当然是可以增加 它的版制的效果 乌尔战士率先启用美国新款炸弹 成效结果也将牵动台湾下一波军购许愿清单 近新闻黄启昂 陈志峰采访报导 立刻下载近新闻APP 一手掌握新闻时事 尽善尽美 尽好新闻